内法院国民党团将推动缩短中国配偶取得五国国纪年线 从先行的六年缩短至四年 并且列为优先法案却引发论战 由医师发起联署大力反对 只以恐怕滥用健保资源 北京党也才反对立场 认为将会造成国安问题 不过民众党团则是表示支持 更强调这是他们在选举时就主张的法案 医师共同发起联署反对缩短中配取得身份证时间 拒绝滥用健保已经突破三万人相应 国民党团提案修法将中配取得身份证年线 比照外配缩短为四年也获得民众党团支持 既然其他国家都是四年不能有差别待遇 所以我想四年也是符合我们人权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准则 联合国的公约还有台湾 我们相关的法规其实都是反其实 那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也提过非常多次 蓝白右翼法案有共识 民众党主张只要住在台湾 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将会提案尽速修法 但民进党团大力反对 请国民党民众党摸摸自己的良心 此时此刻是推动这个法案的好时机吗 国安危机未解 那这样一个法案到底是服务了哪一国 如果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会是因为他的身份 而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 你认为国家安全有疑 你不会因为这个人几年入籍 他就突然变坏了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社会 不用这么害怕 一来牵扯国安问题 发起连署的中部基层医师更担忧 中配占台湾外籍配偶超过六成 为各国籍配偶之冠 中国籍配偶也是唯一可以申请 年迈父母一亲的外配 在探亲期间就能来台就医数量庞大 恐怕排挤医疗资源 绿营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七十岁以上的他的亲属 或者是他的未成年的子女 来台湾来就是一亲 一亲之后他们也可以申请我们的健保 目前的规定就是这样 所以这跟六年四年是没有关系的 放宽中配年限牵涉层面广 还需取得社会共识 这里是李明洪台报道 谢谢大家